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书不要麻烦,咱们今天开场就讲这乌兰布统治战 上集就有好朋友问我,说有的时候啊,你这个讲乌兰布统 有的时候呢,你讲乌兰布通 那么到底这个古战场这个地名它叫什么呢 咱们说啊,现在啊,这块地儿啊,是内蒙古的克什克腾奇和河北城围场县交界的地方 哎,望南抬头一看的呢,就是围场县,哎,一马平川的草原和漫山坡啊 那就是克什克腾奇,就是内蒙古自治区 在康熙年呢,这个地儿啊,叫乌兰布通,哎,倒霉就倒霉啊 我曾经去过那个地儿,那个地儿啊,它现在改名了,叫乌兰布统 我满眼的都是乌兰布统,所以脑子里边啊,它既有这个乌兰布统这个地名 也有乌兰布统这个地名,所以说您还得见谅 咱们前面交代过了,这嘎尔丹呢,是1688年 哎,那一年呢,应该是康熙的27年 向西用兵攻打墨北蒙古 康熙皇帝为了支持他的小弟吐气吐寒 于是啊,命令自己的李帆院尚书阿尔尼 率领着两万精兵啊,哎,就去迎击嘎尔丹 谁想这一打呀,看出差距来了 乌尔会合一战呢,这嘎尔丹呢,把这清军打得是溃不成军 最后在乌兰布统之战阿尔尼和清朝大军会合的时候 哎,应该身边只剩下三千多人 不过这嘎尔丹呢,并没有乘胜追击 中间啊,却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科布多 就是因为他的亲侄的侧望阿拉布坦呢 背叛了他,裸走了他的家人 占领了整个二韩国的首都伊犁 这嘎尔丹呢,着急忙活的回科布多呀 是去处置内乱了 直到再转过年来的1690年 这嘎尔丹呢,把一切事情安顿好 才重整旗鼓,要再争墨北蒙古 那这说的是嘎尔丹 那这些年康熙皇帝干嘛呢 哎,那要说康熙皇帝可不是一般的忙 咱们先不提啊,这1688年丢人的乌尔会合之战 咱们把这目光往东移 往东再往东,一直到远东 远东的哪啊 远东的黑龙江流域雅各萨 在这啊,1688年,清政府和这个俄国的哥斯克骑兵也打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一战 并且打赢了,就是雅各萨之战 紧接着就在1689年签订了著名的尼布署条约 不但划清了疆界 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这沙皇俄国呀,不再支持反清的蒙古武装 那这话是指谁说的 那就指向了准嘎尔韩国的大汗,绰罗斯卡尔丹 随后啊,这康熙皇帝又对蒙古挥蒙 凭大皇帝一人之力折战蒙古王公 让外蒙卡尔卡蒙古举步就归顺了大清朝 直到这会儿为止 实际上这外蒙的广大地区才正式纳入了华夏的本土 这草原孤狼嘎尔丹呢 平时对外出征都喜欢呢,打着点旗号吹点牛 他吹什么牛呢 首先他对外宣称啊 这次出征是沙鹅呢 又对自己支持了多少这个快枪快炮 并且啊,已经得到了沙皇的允诺 背后啊,很快就会有哥斯克骑兵前来增援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这其中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真的 第二个原因是假的 这嘎尔丹当商大汗的衣使啊 他就决定要对抗大清和好沙鹅 咱们前面讲过 他要想完成他的这个统一蒙古的梦 那他只有对抗大清 因为这会儿的事实就是 这漠南蒙古啊 这大片内蒙古地区 已然是大清的版图 这沙鹅呢,倒是好解决 哎,实在挤兑的不行了 也无非就是给俩钱就能打发 并且呢,在嘴上多许他一些土地啊 这沙鹅人啊,也就满足了 那哪一部分是真的 哪一部分是吹牛呢 真的是啊,这沙鹅确实支援了 卡尔丹不少的武器 这里边是也有买呀 他也有送 不过呢,据我所知啊 这沙鹅人他是鸡贼的 他们也怕呀,把这卡尔丹养肥了之后 兵强马撞 要是翻回头来对付自己 那怎么办呢 于是啊,这沙鹅人 在所有的订单当中 我并没查到 卖给卡尔丹任何 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随发枪 几乎啊,全是火融枪 这俄罗斯人是如何的奸商 不在咱们这部书讨论范围之内 总之啊,在武器上 是没少支持准卡尔韩国 那这卡尔丹又是怎么吹牛的呢 他总说呀,会有这个 哥斯克骑兵前来赠援他 实际上这肯定是吹牛 这卡尔丹每次都宣称啊 会有他的盟友 沙皇俄国派来 哥斯克骑兵来支持他 一说呀,就是好几万 好几千的 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人呢 这俄国在远东的驻军呢 本来就非常少 这我一说您就明白啊 这个远东距离俄罗斯本土啊 它太远了 补给线非常的长 并且还要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 所以这俄国不可能在远东啊 养这么多的兵 哪来的大批的哥斯克骑兵 提供给这卡尔丹驱使啊 那么说平时这卡尔丹 吹这种牛 说这种瞎话他管不管用呢 哎,还真管用 这康熙皇帝还就真信了 因为这康熙皇帝觉得呀 这个坏事做尽 庆竹难书 狡猾的俄国人呢 什么坏事都可能做 支援卡尔丹呢 给他派兵增援 完全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回啊 这卡尔丹再吹牛啊 哎,这康熙皇帝不信了 为什么呀 因为刚刚签订了迷不出条约 这俄国人呢 已经亲口答应了 康熙皇帝不再支持卡尔丹 并且呀 还有实际行动 这俄罗斯方面呢 主动违约 本来是啊 按照这合同啊 应该交付这卡尔丹军队 三千条快枪 哎,这一下子呀 不给了 不但不给了 这定金的也是不退还 所以说呢 这卡尔丹这次带来的三万远征军呢 远没有 当时卡尔丹预备的军力那么充沛 也是正因为如此 这康熙皇帝才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这次战役当中 全歼这支墨西蒙古的远征军 于是 康熙皇帝对外宣称 动员了十万大军 哎,当然了 这十万大军呢 其中只有五万的主力 其他五万呢 都是府兵和后勤部队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这康熙皇帝还从东北调兵 让圣经将军与克尔亲蒙古出兵两万 当然了 这两万人里边啊 也是一万主力 一万府兵 首先就是 经八旗五万 分兵两路 一路啊 由这个康熙皇帝的亲哥哥 和说玉亲王 服远大将军 扶权带领 这支部队啊 还有原副将 就是这康熙皇帝的皇长子 印之 您一定得看清楚 这个字啊 他念之不念提 率兵三万 为左路军出谷北口 又命他的弟弟 和说公亲王 安北大将军 常宁 这两位副将啊 一位是 剪亲王雅部 另外一位是 信郡王鄂里 出喜风口 率两万军 为右路军 这康熙皇帝 本来是想啊 带领自己的内大臣 同国为同国刚 所图明珠 这一干大臣呢 随军压阵 可是啊 没想到 刚出北京 不久啊 这皇老爷子就病了 持续发高烧 最后只能回京 那这支部队呢 就由这个同国刚 同国为兄弟来带 赶到燕山以外啊 与这个福全会合 还有三千人呢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那个阿尔尼的残部 也赶来啊 和福全军队会了合 这军队布置是挺好 是准备着 给这个赶尔丹呢 呈合为之势 可是有一点没算计到 就是天时啊 天气不好 所以说呢 从这个圣经 和这个克尔沁蒙古 来的两万兵啊 就迟迟没能到达 哎 到战争结束 也没有赶到战场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地利 这个右路军走的路啊 也就是出古北口的长宁 哎 地势险要山路崎岖 在速度上啊 也比这个福全的大军 要慢一些 这就坏了 导致这个福全的大军 孤军深入 他第一时间 就在乌鸾不同啊 可就和 杆尔丹的大军相遇了 那这福全呢 觉得自己手上的兵 也不少 于是啊 就摆下了12座连营 准备和杆尔丹决战 那这杆尔丹呢 自然也不害怕啊 就在大红山的边上 摆下了一座驼城 这驼城啊 就是把骆驼腿拴住 让他卧下 在驼风上边啊 驼上两只大箱子 在这箱子上啊 盖上毛毯填上图 然后再盖上毛毯 浇上水 这一下子就成了防御攻势了 这准改尔士兵啊 能够透过这种驼城啊 向外射击 并且呢 也能阻挡清军一方射来的子弹 随着这清军呢 不断的赶到战场 这扶权的大营啊 也不断的扩大 最后啊 在27日已经到了40座连营 连绵60余里 这扶权一看呢 适时机了 可以开战了 于是就向这红山之下的整盖尔驼城发动了进攻 这一打起来才知道啊 这清军的火力原来真不行 这八旗士兵啊 善于运动战 善于骑射呀 可是这种攻坚战呢 完全需要火器 这扶权军中啊 大炮是有 可是数量不多 一动起手来啊 被这准改尔军队的快炮快枪压的 抬不起头了 那清军这边有好样的 同过为同国刚 那是康熙皇帝的亲舅舅 甩开膀子 带着兵啊 是真往前冲 就在一次冲锋当中 这同国刚啊 被一支榴弹打中 郑重面门是当场毙命 这盖尔丹的部队啊 争应了那句话了 这上打下的不飞辣 再借着自己的枪炮优势 是越占越勇 就在山坡的前面 是消灭了不少的清军 还好啊 这清军就占了一个人数优势 一波一波的 如潮水一般的往山上冲 那这最后啊 就只有一个后果 您别忘了 这盖尔丹呢 带着三万人是一支远征军 他们身上能带着多少自重啊 这大战呢 打了一天一夜以后 这准盖尔军队啊 不灵了 不是人不灵了 是枪不灵了 弹药跟不上了 于是啊 他们就归缩到了山上 哎 归缩到了更小的驼城之内 这盖尔丹呢 一看也不能等死啊 于是他眼珠一转呢 有了主意了 咱们都知道啊 哎 这些准盖尔人呢 都是藏传佛教 皇教的信众 这盖尔丹呢 在做大汗之前 他本来也是活佛出身 他是武士达赖的青春弟子 哎 这武士达赖 还有一位徒弟啊 就是苍杰家措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苍杰家措 隐瞒了武士达赖 元祭的事实 借助武士达赖之名 向藏区发布了 不少年的政令 以这种形式 统治了藏区十多年 现在这会儿啊 仍然没人知道 这武士达赖 已经元祭了 这苍杰家措呀 和嘎尔丹好朋友 这哥俩掰不开的交情 这嘎尔丹的率领大军 攻打墨北蒙古 转头啊 又攻向了墨南蒙古 在这战争之初啊 这苍杰家措 就给嘎尔丹的大军 派来了一支 八十人的喇嘛团 干嘛来了 精神兴奋纪啊 这些准嘎尔士兵啊 认为这些大喇嘛 给自己给个大道旗 加持念经之后啊 那我们这支军队 就是无往不克了 这清朝人的子弹和弓箭 那都绕着我走 这八十人的僧团呢 领队的也是一位活佛 也是这武士达赖的一位弟子 叫济龙活佛 哎愣起来呀 是这个嘎尔丹的师兄弟 哎于是这嘎尔丹呢 就找到了这位师弟 跟这位师弟说呀 这么这么这么吧 于是这济龙活佛呀 就带着两位随从 来到了福泉的大营 跟这个福泉说呀 我以这个佛祖的名义发誓 这大喊嘎尔丹呢 哎要议和了 所以说这亲王大将军您呢 先别打了 咱们有什么事啊 这天一亮 哎谈饭桌上解决吧 要不然说这人 他有时候啊 吃屎迷眼 朱油蒙心 这福泉呢 他还就信了 于是啊 就向三军发号施令 停止进攻 等着明天早晨议和 实际上啊 这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 其一就是这康熙皇帝 命令你要全歼改尔丹 所有圣旨只有全歼 绝无议和的意思 你这停战不攻就等于抗旨 其次呢 你要议和就议和 你让部队全都打起江山来 团团围住 嘎尔丹的驻军地大红山 一合不成啊 也别让他跑了啊 再有更不应该 把这个停战消息 以军报形式发给各军 嘎尔丹的部队啊 也得到了一张军报 就是这个福泉停战的军报 这嘎尔丹一看呢 这东西好啊 关键时候啊 抱不起能救命 于是把这张军报 揣到的怀里 整顿了自己的军队 一点数啊 三万铁骑 现在还剩一万多 咱们呀什么也不要了 都上马 抬头看了看北斗星啊 变了变方向 一指西北 那边啊 就是咱们祖国的方向 准嘎尔韩国 跑吧咱们 就是拿着扶着这张 停战的命令啊 这嘎尔丹的军队畅通无阻 很容易就冲出了 清军的包围圈 在半路上啊 还遇到了长宁的军队 也是用这张将领 骗开了包围 这嘎尔丹一箭呢 冲出重围以后 那还等什么呢 快马加鞭呢 一直就向西北跑下去了 这嘎尔丹的逃得虽然比较仓皇 但是啊 并不是荒不择路 他一边跑啊 一边命令士兵 把沿途所有的牧草草场 全部烧干净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没有牧草啊 你追来的骑兵 马没有粮食 你还追个屁呀 可是这老天爷爷 也觉得嘎尔丹的坏事做尽 不甘心就让他 如此就逃回准嘎尔韩国 于是天降疫情就袭击了准嘎尔大军 这一万多人 后来回到科不多的 也就只有三千而已 哎 巧了 第一次啊 这嘎尔丹出征 杀得清军大败 两万清军 只剩下三千人 这次呢 他自己带着三万人出征 回到科不多的 也只有三千 那这康熙皇帝 如此周密计划 布置了战场 还跑了贼手 那您想想 这皇上能干吗 听说嘎尔丹逃跑之后 这康熙皇帝 是服案痛苦 仅咬牙关 案子思量 才要处置 群臣